他说一直说 过去以来一直说 国民党不是亲中的政党 不是统一的政党 是一直说 不是为选举不得已被迫 而不得不说 是一直如此说 先请邱老师跟我们大家打招呼 邱老师好 对 秉中好 大家好 是 邱老师 您怎么看 我相信大家所看到这一段 就是唐湘龙在昨天访问夏立言 因为夏立言现在是国民党的副主席 那夏立言他的这一段原话 我想我还是要重新给大家 我还是要引用一下 他的原话 就是大概这两天 尤其是大陆的社群网站上 很多网友都非常的觉得很讶异 有些网友是觉得很讶异 说他搞了半天怎么这样讲 因为大家可能是这段时间对夏立言比较熟悉 他在这段时间已经是到大陆的一些大型的论坛去了好几回了 包括海峡论坛 包括后来到大陆去也参加了很多活动 那么我们看昨天9月26号夏立言在这个我们看到他上唐湘龙的专访 那么他讲的这一段话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引用 他说我们一直在讲我们中国国民党绝对不是一个所谓亲中或者是统一的政党 这个是夏立言他在唐湘龙的节目他的原话 我们一直在讲我们中国国民党绝对不是一个所谓亲中或者是统一的政党 那他这段原话其实很多人听的时候觉得有点讶异说 你前面还讲中国国民党我们中国国民党 然后下一段讲说绝对不是亲中或统一的政党 老师你怎么来解读夏立言讲这一段话到底他的用意是什么 是为了选举要迎合一下要澄清说你们不要只给我们扣帽子 我们绝对不是所谓亲中的政党 老师怎么看 我一点都不亚议 所以夏立言说的话就代表着国民党现在的路线 也是代表着国民党中央高层 由朱立伦为代表的党中央高层 他们真正的想法 只不过夏立言这一次 他把唐湘龙当成自己人 所以在上唐湘龙的专访的节目的时候 他有一点得意忘形 他就直直接接的 把国民党过去隐藏的正面目 把他给露出来了 其实我一直在说 就两岸的问题来讲 民进党叫真小人 国民党叫伪君子 真小人一目了然就是个坏蛋 就是个台独顽固分子 所以民进党这些台独分子 现在要在大陆得到什么好处 应该是不可能了 可是伪君子的话呢 他仍然可以用双面人的方式 夏立言不是一般人哦 他不同于连胜文的角色 连胜文也是国民党副主席 但夏立言跟他不一样 夏立言在马英九执政期间 他由资深的外交官 到台湾的国防部门的副部长 再到马英九执政最后阶段的 陆委会的主委 而且当时候 2015年的年底 新加坡的洗马会 夏立言还是主要的负责人 而在国民党在野以后 朱立伦把夏立言找回来 担任国民党的副主席 这个副主席是有实权的 他就负责国民党的大陆事务 以及两岸交流 他的部署邓戴贤 就是我的学生了 所以基本上 夏立言所讲的每一句话 都代表着朱立伦的立场 所以是很有代表性的 这一次夏立言说实话了 他说他们一直在讲 一直在讲 也就是他们不是偶尔的失言 他们是一直坚持这个路线 所以不是权宜的 是恒长的 所以才要一直在讲 中国国民党 不是一个 亲中的政党 也不是统一的政党 国民党的前面挂的两个字 就叫中国 你是中国人的政党 你是中国的政党 你说你不亲中 你不是自己打耳光吗 自己打脸吗 国民党的党纲还没修啊 还在啊 国民党是追求两 两岸统一的 而且在国民党一党独大 主导的中华民国宪法 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都写的很清楚 追求两岸统一的目标啊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讲的更明白了 两岸追求统一为目标 但是现在还没统一 所以是一个中国下两个地区 台湾地区 大陆地区 这不就是所谓九二共识 一贯以来两岸之间和平发展的定海神针吗 对 好 那夏立言到大陆 帅几度帅团到大陆 讲了多少的漂亮话 不久前海峡论坛 他还说过啊 我们中国人要追求民族复兴啊 中国人的民族复兴没有包含统一吗 对啊奇怪啊 中国人的民族复兴没有统一吗 我就在现场听到他讲的 海峡论坛的时候 跟大陆中央领导会见 这个夏立言就在现场讲说 我们要追求中华民族的复兴 所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包含追求统一哦 所以这根本就是个 标标准准的两面人嘛 而且在整个专访里面 夏立言的表现非常的清楚啊 他的目的就是说 国民党很善于与大陆之间对话 与大陆交流 这是国民党的优势 所以国民党能够争取到台海和平 国民党也会为台湾在大陆 争取到许多经济上的利益 没有错啊 国民党这几年确实搞了很多经济利益啊 但是很多都落在买办的手里啊 国民党里面一大堆的买办呢 就搞了搞例如像虱目鱼采购好了 虱目鱼采购本是大陆花了很多钱 要去照顾台湾的渔民 结果呢 不是在国民党主导之下 最后 把利益都归于某些特定的团体 特定的组织 甚至叫做国民党的装甲 我说白了 结果不换寡而换不均 以致造成当地的渔民 反而对大陆反感 对国民党反感 所以有才得到这样的结论啊 虱目鱼采购补贴的资源越多 下的越多 台独支持比例越高 就这么来的啊 就是被国民党搞啥的啊 好那你现在国民党到大陆去 原来菠萝被禁 释迦被禁 国民党好像很厉害 一句讲了一下 大陆给国民党面子开放了 对 他们回来台湾吹牛 一直告诉你 这些所谓的渔民啊 农民啊果农啊 你们有问题 找我国民党 国民党也难以买半自居啊 那这一来就引起了更多人的反感啊 国民党就这么操作的 今天国民党夏立言摆明的 在唐家庐的专房里面就是告诉你 国民党与大陆的交流不是认定他 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人 也不是因为他亲中 更不是为了统一 只是为了利益 他已经告诉你了 对 还如果大陆的民众 还想不清楚这一点 那就是 那就是被国民党玩弄于鼓掌之上啊 好那夏立言当然 现在他们力捧的不就侯友宜吗 对 侯友宜到美国谈的 说国民党现在的 两岸政策里面是三低战略 对不对 第一个叫贺阻 第二个叫做对话 第三个叫降低风险 其实这个就脱胎于江启成跟朱立伦的 朱立伦的两个系统 好那贺阻的部分 他比赖清德还激进 表现的比赖清德还激进 而所谓的对话 国民党说他最大的优势与民进党的不同 就是他人与大陆对话 我直接了当 把这一个伪君子的话题给撕下来好了 他所谓的与大陆对话 是国民党的优势 我就说穿了吧 说白了吧 就是国民党这些当权派 他们最大的优势 就是忽悠大陆 就是骗大陆 骗大陆的利益 骗大陆的会台 这是他们最拿手的地方 这就是他们的优势啊 要不然你说侯友宜夏立炎 所描述的国民党的优势里面 贺阻的部分 跟赖清德没有差别啊 都是以抗中远中为目标啊 都是抱美国大腿啊 都是逃好美国啊 亲美妹妹啊 好 那唯一跟民进党不一样的是 民进党是真小人 想骗也没得骗 那国民党是伪君子啊 他很会对话啊 什么叫对话 对话就是很会骗着美化的名词叫对话吧 国民党会对话吗 国民党就骗啊 是 这其实刚刚老师您讲 这个如果说我们说今天中国国民党 我就是中国人 我本来就是中国 所以没有亲中的问题 就好像说我本来就是男人 那讲说我去亲男人 这个有点怪 我自己就是男的 本来还可以说得通 问题是你看他那一套语境 前面讲说我绝对不是亲中的政党 后面又讲说我绝对不是统一的政党 这就很奇怪了 他的意思就在撇清 他就是在很非常这个很看重这件事情 而且在澄清说 过去我们就是被贴上亲中标签 统一标签 所以我绝对不是亲中 我也不是统一 所以他这段话 有些人可能想要帮国民党洗白 帮夏立言去这个脱困 说哎呀人家的意思 可能说他就是中国 所以没有亲中 但你看整套话 显然他的语意是说我非常讨厌 跟中国有关的 我非常讨厌跟统一有关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个不好的标签 我们还一直说 你看夏立言讲 我们一直说中国国民党 绝不是亲中或统一的政党 这是他非常看重的他一直说的 那么这个亲中其实另外一个意思 他也代表的就是说 我们国民党不是亲近大陆的 他这个亲中的中显来讲的是大陆嘛 那其实从侯友宜到美国去 他讲了3D战略了 去跟这个赖清德比赛 谁更敢抓壮丁了 他的整套的逻辑 我们上个礼拜几老师也谈过了 他其实比马英九还要更倒退哦 马英九时代 马英九虽然他口中讲清美和中 但至少马英九还是蛮看重两岸关系 他也看重两岸之间那个同属一国的那个法理基础 尤其他现在卸任以后更强调这件事情 一直反复说 可是显然夏立言啦 朱立伦啦 侯友宜 他们代表的是另外一种思路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也提到说 夏立言这段话是不是等于原形毕露 这个原形是什么 老师可以帮我们再这个详细解析一下 现在的国民党他的原形是什么 国民党讲漂亮话秉忠接触了很多嘛 国民党的青年军多会讲啊 但是讲完了以后 他们做的是一套 讲的是一套 在大陆讲一套 回台湾讲一套 在大陆还会讲的慷慨激昂 眼中蓄泪啊 到了台湾 又是另外一部真名的领口 这就是国民党的双面人嘛 所以我一直在说 国民党现在当权的 朱立伦 金小刀 侯友宜 这些人都是亲美妹妹 抱美国大腿 一切以美国为闺孽 以美国为祖上 以美国为老爹 的蓝皮绿虎 很多人还骂我啊 嗯 很多人骂我啊 好像国民党是多么伟大的政党 你今天看了夏立元说的 不是我说的 而且夏立元不是为选举说的 因为秉中刚才有强调 夏立元一直说 一直说 他说一直说 过去以来一直说 国民党不是 亲中的政党 不是统一的政党 是一直说 不是为选举不得已被迫 而不得不说 是一直如此说 所以告诉你了嘛 这是路线嘛 他不是一时的权宜嘛 对 他是国民党中央的路线嘛 你不能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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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看了